是 我见六姑娘一面 真是难遇登天 出什么事了 我们家公子先是不吃茶饭 一直和工业娘娘对质 到昨日夜里连水都不喝了 全家上下轮番劝她 谁的话都不听 干脆把门都封了 谁也不让进 是因为你给你使吗 那是 六姑娘 小人冒险来见你 就是想要你一句话 回去带给公子 让他有个叛徒 这才多少日子 都瘦成皮薄骨头了 快跑 回家快回家 快走 走 走 回家 回家 徐凤杰这在赶人 不知出了什么事 是不是走啊 不是 这街上人有麻烦的 定是出大事了 姑娘 打死小人 小人也不是后悟半个组 你回去找个小公爷 他若不付我 我定也会付他 是 六姑娘 这边走 六姑娘 六姑娘 这边走 小金龙 走 别走 别走 走 走 快了 快了 回家 有心交进 快了 快了 回家 有心交进 有心交进 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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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家了 回家了 快了 走 快了 走 快了 快了 回家 走 走 让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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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大能归 走 朝廷接到奏报 说是叛贼自称昭德皇帝 已攻下了贵寻等周县 挥师东晋 军情紧急 怕有叛军的探子混进京城 这才停了灯会 驱散游人 从今日起 恢复日常造勺 各部官员不得告假 这会儿逆贼 记得年前在右洋老家 咋就闹过一会儿 原本以为小打小闹 不成相 竟然一路打江上来 陶婷是内忧外患 让人忧心的 我已严令全家 如无必要 不得随意出门 母亲觉得 儿子处置得不妥吗 不 不 你处置得很妥 我在想 朝廷以往 在北境开战 遇到元宵灯会 该怎么了还怎么了 从无断过 这会儿逆贼 一不善战 二事发禁地上远 何止朝廷急成这样 断了元宵灯会 母亲说得有理呀 可若不是贼乱 那还能是什么呢 官家日前尚起安康 宫里未曾闭门 并 并无什么破天大事啊 你刚才说 巡防营在大街上 到处搜查驱赶 是 儿子本以为 是防止城内 暗藏龙贼奸细的 是 又若不是抓奸细 我觉得像是在抓什么人了 曾玄宵灯会 松街抓人 更不会有啊 你当娘子 娶她嫂嫂娘家处走动 说不定 就会带什么消息回来 你 你 慢一息 慢一息 快去拿些冰来 振振糖 不防尸 不防尸 说出来或许你们都不信 昨夜 荣飞的妹妹也去关灯 走到半路 忽然不知从哪儿 穿出一伙贼人 将她掳走了 走到半路 荣飞的妹妹 荣飞燕啊 不是她还有谁啊 荣飞的嫡亲妹妹 那是何等尊贵啊 就在汴京城里啊 在元宵灯会下 让人给撸了去 莫不是你 嫂嫂娘家浑说的吧 官人你自己 哪听不着内情 你可别当我们王家的亲亲 在汴京是吃素的 你是不好做官的 夏辽说两句参想一下 你非要几个人不可以 也罢了罢了 这就大江子快说 一屋子等得及呢 要说呀 这荣家二姑娘也该找倒霉 那大街上挤得水泻 是太不通的 他非要下车去看那大敖山 十几号匍匐家丁围着 一转身人竟然就没了 莫不是冲撞到了什么 见了什么不洁的东西吧 天子脚下 元宵盛会 竟然丢了王公贵女 这事都要乱 咱们家可要处处小心才是 咱们家可要处处小心才是 大娘子 冰来了 哦 二哥 我 他 诱 快 他 我们 他 有了 他 你 他 你 他 你 有了 他 他 来 来 来 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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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是荣家的朋友吗 敬豪奢 敬豪奢 这个元校有什么豪奢的 今儿还给停了 有了南疆的反贼 就有胆大的敢掳掠皇家贵女 近日皆是 不完这有什么稀奇 怎么就要拆花灯 吃熬山了 好好的一个元校 竟给那荣飞燕给遭奸 别瞎说 这事听着怪吓人的 那个荣家 不过是个瓦匠出身 王日立 荣飞燕 仗着小荣飞的事 骄横跋扈 什么雅籍实惠 都拿下巴尖看人 还贴着袁若哥哥不放 你给我闭嘴 我告诉你 他这样恐怕是活不成了 你出去以后不许胡说 把每一句话都给我憋在肚子里 这 这个 Fif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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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fthested 你只 разг cleaned 记得 阿公 您没了 阿公 您没了 要打开 两人 避免 走 优优 seasons 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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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如何 外面太平息了吗 街上倒是不乱了 买卖照做店铺照开 人也不少 可街上到处都是 熏城的官病 就这么久了 海荣耳姑娘的人还没抓到 都说是贼了 哪那么容易被抓爆了 怎么抓不着啊 汴京本地的 师祖林佑舍都有宝人 外地行客 也有陆椅 家家户户 一人一处 都在案有策 怎么就抓不着呢 这只猫应该抓出来了呀 我在路上还听说 容家的国舅业容昌 在文德殿上哭得死去活来 容非在后殿都哭晕了三次 皇后娘娘说动了官家 进军都出来了 我路过府衙的时候 容家正堵在外头不跟走 说是好几天 都没见到府衣大人 那外头这么乱 见到不韦了吗 我在外头转悠了好久 别说不韦 连麻雀都没见到一只 姑娘 我明日起 日日等到国公府去专业圈 不韦也不会一辈子都不出来的 对吧 总能等到她的 她若是有心 消息总能送出来的 都是我们 千万别乱了账法 让人拿到了把柄 是 是 既然小公也见不着 那我就先去一清宽 见见我姨妈吧 外头这么乱 只怕主君和大娘子 是不会让姑娘出门的 你要出门 外面正不太平 你父亲千叮万主的 叫女孩在家不要到处乱跑 你可倒好专会给我出门题 年前父亲已经答应了女儿 只因为事多才耽搁了 昨夜女儿做梦 梦见了小娘 她则被我不守信用 瞧着如今元宵已过 特恳请大娘子准许 既然官人答应你 那你就应该去求她呀 我虽是大娘子 却也不敢擅自做她的主 早日父亲向祖母请安 女儿已经禀落了 父亲叫我来请示大娘子 说内府事务派车用人的 终究还是大娘子说了算 这倒也是 如今官人呢 是事事都要问了我才点头的 那你就去吧 今天就把东西预备齐全 明日天亮就出发 日落前务必回来 不可在外面待 谢谢大娘子